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为何一位中国最强汉工的接手 让中国建造航空母舰成为可能? 中国在自行研制航母的时候又克服了哪些困难? 随着现今科技的高速发展 每个国家都加快对自己国内的军事力量建设 在现今的和平时代不会大规模的爆发战争 因为先进的核武器一旦使用 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地球毁灭 所以许多国家在保障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前提 都是采用比较平稳的发展方式 但是还是会有局部冲突的发生 而像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也是只能起到威慑作用而不会实际的去使用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航母这种大型的可移动武器平台的存在 而且这也会对敌军产生很大的震慑和威慑作用 也会对局部冲突的结果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 而目前在航母的发展上 美国是完全占助领导地位的 而且拥有11艘大型航母 在世界上处于霸权统治地位 而且美军在不停加强本国航母建设的同时 还一直出手打压其他国家的海上力量 展现自己的霸权主义 而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中国 而且中国之前还没有航母 更多是受到美国的挑衅和压迫 所以中国因此决定要不断地扩大自身的军事力量 加强本国航母的发展 以应对多变的世界局势 由此也是走向了军事强国的行列 那么中国是怎么突破航母0的突破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航母的发展 要说中国航母的发展 那就不得不说一个人了 那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强汉工的潘济鸾 潘济鸾是中国的汉阶工程专家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它主要的研究内容为汉阶工艺 汉阶自动化 汉阶电源和汉性 是中国汉阶学科创始人之一 并且参与创建中国高等院校中第一批汉阶专业 所以潘济鸾在中国的汉阶领域 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潘济鸾也被称为中国电汉之父 时至今日 潘济鸾身上有十多项电汉专利 每一项都对人类工业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而对于中国来说 潘济鸾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带来了亚虎汉和买虎汉技术 亚虎汉技术就是在普通电汉的基础上 再加上亚气作为保护气体 避免焊接金属氧化 在这两块金属焊接时 汉口融化的金属会与空气接触 从而发生一定的氧化反应 但是如果时间久了 汉口的焊接处会逐渐松散 然后脱落 所以这对一些需要严密隔离的设备 或设施来说是致命的 因此就需要严格地控制好 焊接时的时间把控 以便可以达到最好的焊接效果 可以可以说 潘济鸾这项亚虎汉技术 让中国从工业化迈入先进工业化 而潘济鸾的埋虎汉技术 则是运用在高铁航母甲板上 但是这项技术要在航母甲板和高铁上运用 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焊接处的缝隙 因为航母甲板的厚度在30毫米到50毫米之间 如此深的焊口要毫无缝隙非常困难 一旦有一丝缝隙 就会降低航母甲板的强度 高铁也是这样 一旦焊接处有缝隙 这条高铁就无法使用 所以潘济鸾的这项埋虎汉技术 对于航母甲板和高铁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所以正是由于潘济鸾在焊接方面 有着极其高超的技术 并且对于中国航母的建设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有专家说 如果中国没有潘济鸾 中国国产航母 估计还得推迟30年才会出现 这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评价呀 而潘济鸾在中国航母的建设上 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因为在潘济鸾的 埋虎汉技术加持下 中国国产航母梦才得以实现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第一航母辽宁舰 还不是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航母 中国的辽宁舰的前身 是苏联的瓦良格号 是经由中国的改装而成 这才使得中国有了第一艘航空母舰 实现了中国的航母梦 提升了中国海上的军事实力 而中国第二艘山东号航空母舰 这就对于中国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 因为山东号航空母舰 是中国首艘国产的航母 完全是由中国自主研发 而且极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 这也对于中国在后面航母的建设 有了更多的借鉴意义 也极大加快促进了 中国迈向海上军事强国的步伐 也为中国后面的航母建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研制国产航母山东舰的时候 中国便被焊接技术卡住了 因为要提升航母的耐性 其刚才的焊接必须得掌握无缝焊接技术 否则其性能就只能靠频繁的维修去保证 但是如果航母真的要靠 时不时返场维修来维持的话 那么将会产生巨额的维修费用 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航母的发挥空间 所以这多亏了潘基兰的这项买虎焊技术 能够给中国航母的研发以巨大的技术支持 也大大的提升了中国国产航母的研究效率 和节省更多不必要的研制成本 这对于中国国产航母的发展就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因此 潘基兰在中国国产航母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正是有潘基兰在焊接技术的不断努力 才会使得中国国产航母的建设速度如此之快 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潘基兰对中国来说真的是国宝级的人物 也使得中国的国产航母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 现今中国最新的003航母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 即将下水测试 离它的问世也更近了一步 它也更加的引起世界的关注 从而给世界一个巨大的惊喜 随着中国航母下饺子般的发展速度 这也将会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和海上霸权地位产生巨大的冲击 中国的国产航母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对的一提的是 美国CNN指出 中国的003航母可以与美国的福特号航母相媲美 这也是CNN给出中国军事为数不多的高评价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 对于中国近些年在航母上的发展和海军实力的壮大 不管美国有何行动 中国都能够及时地做好应对 因为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发展 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主题 所以每个国家都应该致力于寻求和平与发展 并且共同去维护世界格局的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安全 现如今 中国航母的名气在国际上越来越大 不过另一方面 潘基兰却始终保持着低调 根据百科上的介绍 潘基兰于1927年出生于江西瑞昌 今年已经94岁高龄 他不仅对于中国航母有着重大贡献 潘基兰还曾担任过中国第一条高铁的铁轨焊接顾问 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核电站的焊接顾问 其科研成果价值千亿 很多重大工程都需要他把关首肯才能动工 而作为身价千亿的院士 潘基兰却在担任南昌大学校长的时候 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实际上 中国迈向科技强国 也离不开类似潘基兰这样的人才 现如今 中国也在依靠着人才战略在国际上迅速崛起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 这个宗旨始终没变